前行政院長張善政說 兩百億的安家雇員預算 是他任內批准的 但是被現在的行政院宣稱 那只是在構想階段 張善政找出當年 他在行政院會上才是的影片 直接打臉蘇內閣 快地提計劃申請 我們內政部的補助經費 也要請經濟部盡量去輔導 這些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度 精度的土壤鑽灘的時候 給予專業上面的協助 我要特別提醒說 其實我們國內鑽灘的產業 並不是一個 大家心目中覺得說 比較專業的產業 過去是比較草根型的產業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幾年 土壤鑽灘的過程 能夠把這產業水準提升 希望這個案子執行幾年以後 我們國內鑽灘的產業 是一個非常符合國際水準的產業 所以我們政府一方面 執行這個計畫 有我們自己的目的 另外一方面也要顧到 我們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這個我要特別提醒 這是地方政府配合的部分 民眾配合的部分 就是後面這個建築補強 跟這個有些地質改良 這個要透過這個都更的程序 那都更我們也都很了解說 其實過去 這個民眾的意願是相當關鍵 那我們最近修了這個都更條例 已經把這個相關的條件有所放寬 所以讓民眾的這個意願 達到的這個門檻比較容易實現 所以地方政府 在執行這個專探的時候 需要我們內政部跟經濟部的協助 那麼另外一方面 中度精度的這個專探資料 地方政府一旦逐步的建立以後 地方政府這邊還要進一步的去督導 我們這些工程建築產業在做細部轉探的這種品質 那我想這個案子即便我們只能起一個頭 但是我相信我們今天起的頭 對於我們國內來講是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計畫 所以今天這個院會特別請內政部來做一個報告 好 以上 謝謝 好 針對這個200億的這個爭議 我們現在要視訊邀請到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院長你好 院長你聽到我的聲音嗎 各位觀眾大家好 院長沒有聲音 欸 院長 餵 我的聲音你們聽不到嗎 餵 餵 聲音有嗎 好 院長你好 這個200億的部分 現在昨天行政院就打臉韓市長說 這個當時有提出來啊 可是沒有執行啊 但我們看到的是您在當時在行政院會上 其實就已經有才勢了 而且你也提出一個質疑啊 所以這麼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當時行政院不會繼續做呢 對啊 沒錯 那個行政院在反駁韓國瑜那個稿子裡面 那個新聞裡面就說 200億當時只是一個構想沒有執行 但是我想各位剛才 可以從行政院院會當時的錄影紀錄來看 我們要請工作人員重新打一下電話嗎 可是院長的聲音有暗出去 餵 院長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聲音有點出問題 avorite 院長你可不可以再幫我們講一下 這200億的部分 就是它已經是牽涉到這個 就是当时台南地震之后 全国必须要做一个土壤液化的检查 还有包括一些老屋的建筑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你平时不愿意花钱去做检查 到时候地震来的时候 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那现在民进党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当时你编了这件事情 他们不愿意去执行 你讲的没错 安家雇员状态是我们政府 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 全国的各县市下手 去解决两个事情 土壤液化跟老旧建筑的结构检查 那么200亿的预算 我那个时候也请内政部都款好了 分若干年来编列 而且刚才可以看到 那个行政院院会的记录片段 当时的确行政院院会也已经通过 行政院院会过了以后 内政部还写了一个公文 报到行政院我也批合了 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批合的内容 除了写可或是同意以外 我还特别加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将来执行应该滚动修正 就像我刚才讲的说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事情 内政部的计划不可能完美无缺 所以将来民进党接手以后 我们期待它要滚动修正 所以你看我已经把这局都布到这个样子了 钱也有了 计划内容也有了 然后呢将来你如果调整的话 我也在公文上面留了一个弹性给你 你还缺什么 你就缺去做这些事情的意愿 对不对 所以他在那个打脸韩国瑜那个里面说 经文稿里面说 这个是构想 行政院没有核定 这个完全是胡扯 该有的条件都有了 我不清楚他还缺什么条件 才能去做 这是要回应第一点 当然了我已经在我的脸书上面讲说 刚才类似的内容 讲的比较详细 今天我刚才看到 内政部就回应了 说啊有了有了 所以你刚才说 他们发新闻稿打韩国瑜的脸 今天内政部又发了一个新闻稿 打行政院的脸 自己民进党的政府 内政部的新闻稿去打行政院的脸 说什么呢 说过去这两年有在执行 只是呢 后来有做调整 所以你去看那个内政部新闻稿 叶俊荣在 大概一年前说 说先前那个版本 他所谓的 华而不实 我没有 我不在乎他批评什么 我华而不实 重点是他有下去执行 时经理要发现说 有些地方要该调整 所以他就去调整了 所以今天内政部这个新闻稿 是非常清楚的显示说 后来民进党是有在做 那我所以说 行政院你前两天那个新闻稿说 根本没有在做 今天被内政部打脸了 所以我非常质疑说 前两天 行政院的新闻稿 是纯粹为了打韩国瑜 而发一个不实的新闻稿 是一个假新闻 院长我们这个 你调出来当时在行政院 行政院会上面 你才师的影片 然后我们也惊讶发现说 你怎么现在比当年 看起来更年轻 而且今天刚好是你生日 听说你刚好 生日快乐 满65岁 搭公车可以省收优惠 对对对 我今天开始可以有优惠 你说我变得比几年前年轻 谢谢了 我想应该2016年卸任以后 到现在过了三年 我这三年养精蓄锐 大概所有精神都回来了 所以谢谢你说我比较年轻 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那院长我们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原本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大家期待的那一个彩蛋 好像听说就是您 那个影片里面不知道 你大概有想要跟大家说什么 我在礼拜六韩国约造势场合 我说我愿意帮你拍一个短片 倒不是说帮你那个助选 而是呢 要去导政民进党政府一些 这种把政府的施政当作是选举助选的工具 所以我拍一个短片 大概讲三个事情 第一 国道六号 韩国瑜你讲这个政见 结果我们的政府也不去考虑 这是一个实质上的工程技术专业问题 就直接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说我是以土木工程的专业来质疑说 人家欧洲二阿尔批斯山 打了多少铁路跟公路隧道 你如果说我们中央隧道打个中央山脉 打个隧道都是天方夜谭 那你请你去看看阿尔批斯山 我反过来质疑说 行政院或是我们的政府 你是井底之蛙 第一点 第二点 我说这个韩国瑜在高雄面临登革热的问题 结果你不知道去品除蓝绿 去帮高雄解决登革热的问题 你反而又回来质疑说 你连文字都治不好怎么治国 所以我再质疑第二点 第三点 我说这个民进党政府 你为了顾到你明年的选举 你把公投法给修了 就怕选举跟公投绑在一起 又造成你民进党选举的压力 摸夺了我们老百姓公投的权利 所以我说你看这三件事情 都是政府从施政的眼光来说 不该做的事情 但是你以选举的眼光来说 你就在打压你的对手 我不能接受你民进党政府 这种把施政当作选举助选的这种手段 所以我在最后呼吁说 不管你是支持韩国瑜还是支持别人 请大家明年要让民进党政府下台 我拍的短片大概四分钟左右 我讲的就这三个重点 但是阴收阳差他没有放 但是我在我的脸书已经放了 到现在这个触及人数 听说超过70万了 院长那这个算是挺韩国瑜 还是算是深远韩国瑜啊 我是替韩国瑜讨为一个公道 但是不是挺韩国瑜 是在批评民进党政府 不该把政府施政的手段 拿来当作选举的打压 院长刚才我们TVBS的最新民调公布后 6月17号到6月22号做的 蔡英文几乎说可以说不管是撒喀都 还是蓝绿 蔡英文都是赢的 赢韩国瑜也赢郭台铭 您怎么分析这份最新的民调 其实蔡英文最近捡到枪嘛 因为香港的那个反送中等等的 的确让他声势有所上升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要帮韩国瑜拍片子 我的这个认知就是说 蔡英文这三年多 执政是乱七八糟 把台湾正在带向一个灾难 如果他明年还能够连任的话 我们台湾一定完蛋 所以因为蔡英文也有这最近 这个声势的上升 我必须要提醒我们的民众 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 把施政当作是选举总干事的 这种施政方式 所以才愿意帮他出来讲话 我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帮韩国瑜助选 我是在提醒我们的民众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以让他连任 谢谢院长 院长再跟你说一次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院长拜拜 拜拜 好这200亿的事情 其实大家还是有 当时这个韩国瑜市长在造势场合 他到底怎么讲 我们现在还原一下 他说这个2016年在台南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死了217人 后来证明这是口误啦 然后张善政立刻就跑到台南 协助赖清德 全力配合台南救灾重建 中央更是立刻拨款了200亿的新台币 可是我觉得他要讲的一个重点的概念 不是钱啊 也不是死伤人数 他要强调的是救灾 包括防疫啊 这种事情不应该分蓝绿 而且应该都是很认真的去这个去进行 那当时行政院 中央跟地方要合作 对行政院马上就说 没有啊 当初这200亿只是构想而已啊 从来就没有实行啊 也不知道韩国瑜为什么要放出假消息 补助台南是32.7亿元 可是我听到行政院的解释的时候 我还很讶异 我说那难道32.7亿不是钱吗 32.7亿也很多啊 那如果说200亿 而且200亿其实不是救灾 而且不是只给台南 对200亿是全台的体检 那这个救灾的部分是32.7亿元 那显然是行政 当时行政院也拨款拨的很多 而且拨的很快啊 我觉得这个是韩国瑜跟张三振 他们要强调的重点 那台湾市长黄伟哲 他马上就纠正了韩市长 他说台湾地震死的是117亿人 200亿元这个计划最后是没有付诸实施的 但张三振认为说 这200亿其实是要全台总体检 那你后来接手的民进党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种总体检的事情呢 这个工是很重要的啊 那洪国瑜后来也是赶快在23号的晚上 他就补po了一些说明 他说台南大地震张院长随即匡列了200亿 供各县市来申请做老旧结构 健检补强 还有突然异化检查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总不能真的等大地震来的时候 出了很多人命的时候 你才后悔说当时没有做 那韩市长也特别表示说 他在台上讲到死亡人数的时候 有口误啦 那希望大家聚焦在一个重点 防疫救灾啊 不应该分蓝绿 那这个部分 其实200亿的事情 张前院长在刚才也特别解释了 也解释很清楚了 他到底怎么解释我们在很完整的做一个对比 来看一下下一张 张前院长其实他在这个当时台南地震之后 在行政院会的时候就已经有诸故才是了 那这一段是他在上个礼拜六 原本要当彩蛋来播出的 大家都以为彩蛋是胡志强跟他的太太邵小林 可是不是他的彩蛋是前行政院长张山正 然后是用影片的方式来声援韩国瑜 来帮他抱不平 但不是挺他 那这个当时他的讲法是说 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抹黑打压所有可能的对手 所以他才拍这个影片给韩市长 他要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不管是以前在花莲讲国道六号东沿 或者是登革乐的防疫 都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都用颜色在做事 用权力迫害跟他们立场不同的人 他们是有之一同 如果2020唯一的目标就是要终结 民进党的全面执政 那张上正他有特别在脸书在解释 他说这个200亿元的安家雇员专案 其实是大地震之后编列的 是要给各县市做健检老屋土壤液化检查之用 确实不是限台南运用 但是他确实明明白白 屈屈实实在公文上有批示同意 所以并不是行政院讲的 说韩国瑜捏造了假新闻 而且他当时还特别批示 他记得很清楚 说未来执行的时候应该是滚动修正 所谓滚动修正是说哪些需要做 或者是经费哪些 事情况来做调整 所以根本不是没有这回事 是真的有 而且他还通批蔡政府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接手不接力把它做完呢 所以张上胜解释得非常清楚